嗨小可爱们 我是娃妹小堂 今年我本以为冷门高分国宗这个盘点可以不用做 因为很多我已经专场案例过了 比如蜜桃大神版 名神战学院 说唱新世代 守护解放戏等等 没想到最后两个月又蹦出了好几个优质综艺 感觉不安利给大家太可惜了 于是这期就给大家盘一盘2020冷门但优质的国内综艺 你好生活第二季 豆瓣评分9.0 这是一档旅行慢生活综艺 在央视播出 尼格买提萨贝宁两个常驻嘉宾 美妻和不同的飞行嘉宾一起去各地体验生活 他们在户外办音乐会 去新疆领略当地风土人情 在草原上烤囊看西洋 我是看了微博上这段萨贝宁凡尔赛片段 才知道这个节目的 几个央视主持人搞团建 不经意间聊起了当年 张磊说自己是艺术类第一 尼格买提表示 呀我也是第一 堪会立刻接 谁不是第一 北大宝宋萨贝宁悠悠开口 跟一帮还需要考试的人坐在一起 哎呀真的是 一开口就是老凡尔赛人了 什么叫凡尔赛人 我开创他的时候 还没有人怪他叫凡尔赛 慢生活真人秀 其实就是看嘉宾们的火花 萨尼两个人太熟悉了 一唱一和 效果非常自然 比如这段两个人在讨论 户外音乐会的灯光 要怎么设置 小尼口误 把面灯说成探照灯 萨萨立刻顺着探照灯的思路 开始发散思维 探照灯 你还激光炮呢探照灯 然后山顶上 我们需不需要几个大的探照灯 他晚上的时候 像烽火台一样 依次点亮 先击鼓 然后这边山上的烽火台 依次 点亮 等烽火台全部点亮的时候 蔡老师出场说 过年好 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两个人连日常聊天都很好笑 比如这段 两个人边走边思考 让世界充满爱怎么唱 让世界充满爱咋唱来着 轻轻的 打开你的脸 打开你的脸 这首是 是让世界充满爱吧 明天会更好 我很喜欢每期开头 小尼的总结独白 娓娓到来的温柔的感觉 节目中的煽情 有时候是完全即兴的 比如这段 大家在夕阳下 在草原上跳舞聊天 起风了 霓萍披上毯子 几个小辈纷纷抱着他撒娇取暖 霓萍很感慨地回忆这些后辈刚进央视的样子 场面温馨 小萨灵机一动 让大家来一个天台喊话 即兴脑子里想到什么 就说什么 小萨喊的是理想 希望还能在电视这个行业再干它20年 停住 朱萨想的是家人 妈 回家吧 我想你 能让人哈哈大笑 也能让人静下心来 很自然又很治愈 是一部有笑点又让人很舒服的漫综艺 国家宝藏第三季 豆瓣评分9.5 看名字就知道 这档节目和文化遗产文物有关 节目每期通过讲解员解说 演员表演话剧 向观众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 本集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第二期 讲秦朝文物 青铜鹤 请了傅大龙来演秦始皇 别人演情人只能说演得很像 而我们傅大龙老师 宛如兵马俑本俑 造型气质长相不能说毫不相干 只能说一模一样 这段事 嬴政和燕太子丹起了争执 丹讽刺嬴政 称他为赵政 说他命好 一下子戳中嬴政的痛点 我还未出生 便被父亲抛弃 两岁险些丧命 九岁归秦 本以为父慈母爱 谁知父亲死了 母亲 他要情人 不要我 吕不韦压制我 亲弟弟 背叛我 这就是我的命 这就是你说的好命 告诉你 我不信命 孤典明 自己是输了算 后面嬴政游说丹 士夫继位 言语轻巧 但眼神如刀 江赫比作六国 把训赫的方法 比作自己征服六国之道 目光炯炯 野心勃勃 从台词的轻重节奏 到面部表情 眼神的变化 走路姿势和节奏 傅大董老师 都做得非常细致且到位 太精彩了 演员表演文物的前世 博物馆工作者 带来文物的今生 有个小哥的职业 是替秦始皇帝林里的兵马俑 拍照做身份证 外人看起来 有点枯燥的工作 他非常热爱 且敬畏 他表示 拍摄兵马俑的时候呢 是在拍摄人像 你和他站在一起 透过镜头 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他的呼吸 那一刻呢 站在你面前 就不是陶俑了 而是祖先 他毛都立起来了 这就是匠人精神呀 2%的爱 豆瓣评分 8.9 为什么是2%呢 因为据调查 全球数亿流浪动物中 仅有不到2% 有幸被领养 没错 这是一档流浪猫狗 救治领养类节目 节目里的猫猫狗狗 都是有缺陷的 比如这只叫笨笨的狗狗 性格自闭 总是缩在角落 非常怕人 总是睁着大眼睛 一脸惊恐 不知道被一气前 经历过什么 还有这只喵喵 叫菊座 换了肝炎和口炎 吃东西很痛苦 难受到他连药都不肯吃 对他来说 多活一天就多受一天罪 每一天都当生命的 最后一天来过 节目找了几位义工 有的是阿婆主 也有专业的宠物训练师 和宠物医院的医生 对流浪猫狗进行救助 喂养治疗 训练陪伴 让小动物们能恢复活力 成功被领养 几位义工都很温柔 特别是狗狗训练师一号 他一对一陪伴笨笨 就是那只很自闭的狗狗 他用了很多技巧 去帮助笨笨更亲近人 其中有一招非常好笑 他故意在笨笨面前 和别的狗亲近 还当着笨笨的面 训练别的狗 投喂别的狗 笨笨愣住了 他不爱我了吗 我不是他唯一的小宝贝了吗 这是什么 纵他的替身请人吗 笨笨盯了一会儿 跑开了 立在楼梯上 凝视一号训狗 一号解释说 这么做是为了让笨笨明白 自己的重心不会总围着他转 也就是让笨笨吃醋争宠啦 也可以让笨笨 通过看他和其他狗的互动 懂得这些互动 对狗狗是无害的 做了这么多 都是为了笨笨 千千只是一个 工具狗 工具狗 好家伙 原来我们千千才是替身工具狗 一号为爱笨笨 经过一号一段时间的训练 笨笨不再那么自闭 学会亲近人了 跟他互动 他不躲了 而且也敢在户外跑动玩耍 最后幸运地找到了领养人 要送走笨笨了 一号冷静地跟笨笨告别 你爸妈我是给你找好了 你呢 好之为之 嘴上说着狠话 等到了后彩才真情流露 看到他那个状态 我就可以确定了 就是说可以了 就像那个99% 然后最后的一补上去了 100%了 我可以走了 他已经不需要我了 笨笨变好是因为你呀 他最需要你 领养人都是经过层层条件 筛选出来的好心人 有一只狗狗的盆骨 被前主人踹骨折过 重新愈合之后 长歪了 导致狗狗走路有点问题 义工把这个情况告诉领养人 有点担心领养人嫌弃狗狗不健康就不想养他了 没想到领养人听完第一反应是 那会不会疼啊 下爱时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利益 而是狗狗走路疼不疼 义工表示可能要做手术 领养人表示愿意花钱给狗狗做手术 就是心疼他要再受一次罪 看到这样的领养人 我们就能放心 这只可爱的狗狗会在温暖的家庭幸福成长的 在2%的爱里 动物们不再只是综艺里的景点点缀 而是被关爱的主角 让观众与这些猫咪狗狗共情 看节目的过程中 我感觉我的心都变柔软了 让观众了解 用领养代替购买的概念和意义 全球流浪动物被领养的概率只有2% 希望这个概率能越来越大 终有一天能达到100%吧 以上三部冷门国宗 都是温情有类点的慢综艺 搞笑沙雕的快综艺能解压 这些温情慢综艺也可以 哈哈大笑是治愈 感动泪目也是治愈 还有些之前安利过的冷门综艺 今年开了新的一季 比如忘不了餐厅第二季 是讲关于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的 有个奶奶病情是比较严重的 在她的记忆里 孙女只有六七岁 孙女长大后坐在她面前 离得那么近 她认不出来 孙女眼眶寒泪 还要笑着和奶奶说话的样子 太戳人了 爷爷奶奶们真挚可爱 虽然患病 但依旧热爱生活 努力生活 还有舞蹈风暴第二季 多个五种对战 依旧是一群大佬神仙打架 我很喜欢里面一个 跳中国舞的姐姐 华潇一 27岁 生完孩子就回归舞台 要把身体技能 恢复到产前水平 是非常不容易的 要付出比以往更多倍的努力 姐姐的舞非常美 天若惊鸿 宛若游龙 这些系列综艺的制作水平并没有下滑 还是很好看 安丽的这些综艺绝大多数没有流量明星 而且题材小众 不像极条跑男那种路人盘特别大 但其实他们都有击中观众共鸣的点 有各自的社会意义 是能引发思考的 是有深度的 看的人少 但看过的都说好 就像小可爱们一直鼓励完美产出一样 我也用做安丽视频的方式 鼓励这些优质内容团队继续创作 他们是国产综艺之光 相信2021年会有更多的光点亮国宗宇宙的 好了 今天娃妹就讲到这里 本期提到的冷门原创国宗 你们看过多少部呢 今年你们最喜欢哪一部呢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 关注娃娃娃妹 娃妹在这里等你哦